大家好,我是Stan Made的人气竞演节目 昨天公开了Mega Crew任务 但是因为有几个舞团邀请了艺人参加驻镇 而引起了舞者们以及网友们的争议 哪几个队叫了艺人呢? Want跟Who? Wikimiki,Yu Zhang,YangDi都在这里 说实话,我以为是跟舞者们竞争而参加了这个节目 要在这里跟艺人比赛,真的很好笑 说好舞者们要同心协力给观众们看最好的一面 应该就要做到底吧 看来孩子们在这里也要站在后面了 为什么不会考虑到职业的本职呢? 只要有人气就可以了吗? 这是为了舞者们做的节目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 突然变成了名人之间的竞争 真的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这边是来了几个艺人 艺人chance吗? 但是这些人也不是有很多时间的人 可能会有反效果 不是最好就是最差 Want怎么艺人... 没有艺人朋友的我们太可怜了 这不是女艺人战士 这里就像是艺人们的派对 这里不是女艺人战士 既然要因为来了哪些艺人而紧张 太不像话了 真希望能够讨论作品的舞者们同行协力 其他的这次都淘汰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莫妮卡说得很对 然后孩子们又要站在后面了 这句话让人很心疼 一开始这个节目 不就是为了让在后面默默努力的舞者们 受到关注而制作的吗? 现在让艾斗们助阵 真的觉得不太好 为了点击力跟点赞 邀请艾斗的话 自己一下子就变成了半舞 看的人也只会关注艺人而已 不想骂任何一个人 但是莫妮卡对自己的职业很有自豪感 太帅了 其实我觉得Mnet最可笑 他们现在应该会很高兴 大家的反应就跟他们想象的一样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又不是所有比赛 只有这次的比赛任务邀请了艺人而已 这是需要这么引起争议的事情吗? 所以Stream Woman Fighter这个节目 艺人来助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与在海外的形象差异 因为欧妮卡红遍全球Netflix 剧中男主艺将也收到了全球观众们的关注 而韩剧老粉们应该知道 艺将姐是以长得帅而出名的演员 但是现在很多透过 我竟然给第一次认识艺将姐的外国观众们 对艺将姐的印象确实 也有欧美网友们表示 韩国人在这种类型的韩剧 都不会用花美男男主 只看演技挑选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外国人你们知道什么 艺将姐是用长相红起来的 韩国人 艺将姐没出戏的谢爷演得这么好 外国人 男主角选了一个这么恰当的没出戏的大叔 艺将姐不是代表韩国的美男演员之一吗 欧美观众们眼里应该看不出来 他已经有50岁了吧 真的要给欧美观众们看这些照片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的次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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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